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 但不论是过街之暑 碰壁之云 丧家之犬 灰枯之兔 热锅之椅 何彻之鱼 瓮中之鳖 虎口之羊 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 那是一场浩劫 那是灭顶之灾 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灰灰 是人网灰灰 全世界的麻雀 从古至今的麻雀 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 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灰灰巨网之中 这一年的12月13日 光这一天 仅上海一个地区 用最原始的武器 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 全国值多少 不止800万之八 人们战争威力如何 恩 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 标题为全是围攻麻雀 这则新闻写的形象生动 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 凌晨 全市请得灭却战役开始 全市大街小巷 红旗招展 楼房上 庭院里 空底上 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 布满了无数的港哨 家人 大中小学生 机关干部 工人 农民 解放军战士 此起彼伏的呐喊 呈现一片战斗气氛 新城区连夜赶制八万多个甲人 十万多面采旗 市卫区邪土路居民 汉渔林区洋土路居民 还制作了大量活动甲人 在市郊各县几乎筹掉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却队伍 一般由青壮年负责补 独打老人小孩守住轰杆岗位 全市工厂载保 正生产的原则下 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 西之处 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 据今晚八十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十九 四千四百三十二只 查我当年的日记 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家并建华庭乡建农四社进行教育革命 就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 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 郊区也不例外 上午三分队打 下午我们分队打 如今看来我所经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的实在是过于简略了 真是愧对历史 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 不停地敲着锣鼓 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 屎皮于奔命 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扎 无只可依 然后纷纷坠的身亡 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杀鱼就必的麻雀 我敢说石油九世急性心肌梗塞 累死得吓死得 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一样 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指挥的 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次亥之一的麻雀 他说办法是下定决情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 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殲灭战 有了武功还需文质 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大写明歌 我深信大写明歌和大达麻却一样全是出于好意 关于写明歌 他说每人发三五张纸 写写明歌 我们有九万多个将 每一个相处一集 就有九万集 为了超额完成任务 学校领导静号召我们每天至少要写十首明歌 大月静吗 农民能在一亩地上生产出一万斤粮食 你就不能一天写十首明歌好写吧 实在写不出就凑 那天打麻雀我就凑了一首 全名其动员 麻雀一扫空 蚊子跑福建 苍蝇夺广东 这当然有点地方保护主义 坦白出来 以公批判 这场麻雀的大劫难是在1959年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喜 正作星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 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素囊 发现四分之三是害虫 只有四分之一是粮食 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鱼鸟 尽管麻雀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不少缺点 比如自高自大 麻雀跳到气肝上 架子不小 又如麻雀也像知识分子一样爱罚议论 麻雀当家 鸡鸡喳喳 再如人和知识分子一样不问政治 缺乏远大理想 燕雀暗之洪湖之志等等 但麻雀毕竟也能捕捉害虫 尽职尽责 这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勤勤恳恳 既有所长 也是功罢于过 是可以三七开的 更合 矿麻雀虽小 毕竟五脏俱全 同是一样的生灵 同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 怎可强杀呢 即便有一些害群之确那也是极少数也万万不能运动全民 灭绝其种族 扩大化到如此程度 去年是文革劫难三十周年 今年是反右劫难四十周年 分别已经和即将在一片生平气氛中悄然而过 明年是麻雀劫难四十周年 是否可从保护生态环境或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层面来总结和纪念呢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1997年8月31日上海上座巨楼 2014年6月1日上海上颜 2014年9月12日上海上海上露 2014年6月12日上海上帝 2014年3月5日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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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海上海上海上活成